吐超第16轮,古德帝大马阿克曼,队友史记浪,朱婷来收尾,佩福。 北京时间2019年1月30日,在深夜结束了新赛季吐超女排联赛第16轮的一场焦点比赛,最终朱婷效力的瓦吉福银行坐镇逐场一3比1击败艾登都会,取得第15场比赛的胜利。 艾登都会新赛季作用多米尼加三大国手,分别是主攻B马丁内斯,俗称马良米,副攻J马丁内斯以及接应刚萨雷斯,具备一定的冲击力,因此古德帝在本场比赛的首局也是派出包括朱婷在内的全部主力,是要给对手一个下马威。 在本场比赛上,瓦吉福银行的副公阿克曼成为了古德帝口下的受害者,继上一场骂枯鞠内斯之后,本场比赛阿克曼也是难逃被骂的命运。 在第一局比赛的局末阶段,阿克曼由于传球不清楚导致瓦吉福银行丢了关键的一分,比分被对手追到只差一分。 这个时候古德帝请求暂停,在暂停的时候,古德帝是大马阿克曼,本来就呆萌呆萌的阿克曼显得更加的懵懂,画面着实滑稽。 古德帝除了骂队呆萌呆 古德帝除了骂队员以外,在本场比赛上还赏眼了一波神操作。 在第二局比赛上,古德帝把朱婷换下休息,然而换上场替代朱婷的队员竟然是接应小将卡拉库尔特。 在第三局比赛后半段,古德帝又让朱婷两点换三点上场打接应,古德帝真不愧是土超赛场的科学怪人,神操作真是一波接一波。 本场比赛,朱婷首发出场并打满第一局比赛,在第一局局末阶段,由于队友使劲浪费机会,使得对手把比分追至22比23。 第三,在暂停回来之后,朱婷用一记暴扣和一记翠蓝莲得两分直接收尾,朱婷的霸气真是令人不得不服。 朱婷在本场比赛上的扣球真是太恐怖了,扣球不仅角度刁钻,速度更是惊人。 场上其他队员扣球的速度和朱婷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,朱婷扣球的速度堪比男运动员,真是太萌了。 朱婷这样瘦小的身体竟然有如此的爆发力,真是天赋一饼,随着朱婷的全面升级,中国女排的未来变得更加的光明了。 朱婷